Hello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今天早上一醒来就看到新闻 说意大利全国封城 跟我之前听到的消息是部分封城不一样 部分封城就影响1600万人 全国封城就6000万人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我想大家可以从电视新闻看到 就是说很多人就开始去超市 买一些食物回来储备 等于说大家在疯抢粮食 那当然有些东西可以长久保存 像一些肉类的东西 牛肉 鸡肉 鱼肉 这个都冷冻的可以长久保存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蔬菜 那因为你如果说大面积的封城的话 就等于相互资源的情形就比较困难 因为大家都面临缺的东西 变成要相互资源就很难 那这样的话恐怕想办法求生是比较妥当的 那很多人去抢购蔬菜 抢购肉类 我想没有很多人去抢购种子吧 应该比较少 应该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买一些米 面条这些 那万一 万一你这个 除备的蔬菜 大概我认为大概吃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 应该就差不多了 根据我经验放在冰箱也不会太久 那当然了就是说有根的就暂时先种在这个地上 当然也不见得要让它长大就是让它持久一点 那像葱啊有一些有一些这种采下来可以继续长的就让它继续长 那我是建议最好赶快到种子店买一些种子是比较理想 因为我得知的讯息是意大利准备封城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算是蛮漫长的时间了 那之后还会不会再封你也不知道 会不会再延长你也不知道 所以说赶快储备一些种子我觉得比较好 而且像这种种子 这个是小白菜的种子 就我的经验小白菜的话长得特别快 一般来讲我们撒种以后第二天第三天大概都花芽了 因为它种子颗粒比较大 所以它长得也特别快 你如果把它播种下去 大部分都很快就发芽 那除了小白菜之外 那当然你也可以 小白菜的种子 你也可以顺便买一些绿豆 你不要买其他的什么黑豆红豆都不要 绿豆长得最快 那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你有两道青菜 这样就够了 因为这个非常时期嘛 非常时期的做法 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他平常根本就没在种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那你可以去拿这种保特瓶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去买很多 品品光用的瓶装水回来嘛 储备 那一定有剩的 不管是你家里剩的 或是邻居剩的都OK 社区都有 把它做一个切割 像我们把这边挖掉对不对 就像这样子 你在里面摆一些土嘛 然后就撒一些种子 这没几天他就花芽了 然后你也可以 可以将这个对切 因为可能你有时候场所有限 没有地方可以摆那么多嘛 那你就可以把它对切 像这个 那紧急状况的话 我们是 尽量动用到的工具是越少越好 就这样就好 那你可以 可以拿一些这个锥子 把它把它刺一些洞 刺一些洞 让它排水 再来就是说 你拿一些土 就是说今天把它装满 因为今天我准备的土 可能没有很多 就是说把它装到 装满一点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现有的衣架把它挂起来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现有的衣架把它挂起来 这样的话 像这一个礼拜大概就可以长这么多 这么大 你不要说中一颗 你就把它撒满就对了 把它撒满就对了 然后你可以先把小的 幼苗拔起来吃 先吃幼苗 因为你如果满满的幼苗 它是长不大的 你先把幼苗拔起来 让它松一点 留个大概五六颗 然后等它再长大一点 再采收一半 剩下大概两三颗这样就好了 那就会完全长大 那完全长大的话 像以这种 这种顶多种两颗就很大了 那两颗到很大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二十天了 两个礼拜就可以中型的 三个礼拜就大型的 三七二十一 大概二十一天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 一个成菜出来了 所以你就 就一定有小白菜 然后 当然你如果说 如果说 买到了那个 地瓜叶的时候 那你把那个梗 像这个地瓜叶这个梗 这个梗 这个梗留下来 也可以 插在盆子 它也可以 也可以长出来 可以继续吃 因为 因为有时候 你可能 这个种子吃完了 嘛 那个小白吃完了 那你有地瓜 也吃一些地瓜 也化那口味也不错 啊 啊 当然如果还有其他的 种子也可以拿来种 像这个就是 就是 集聚 不过它这个很慢 这个 这个紧急种化 是不适合的 那不过就是说 我是给各位看一下 我做的这个 宝特瓶的一个造型 下面有水杯 上面有土 那这样的话 那就自动保湿 自动洗水 这样子 根都已经长下来 啊 当然 当然 这个 这个 种土的 大概就这样子 啊 不需要多 大概两三种就够了 啊 再来我们再讲这个 绿豆 啊 那 那 当然你不会 临时有一些 种绿豆的什么豆芽剂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没关系啊 那 到我们的那个 诶 房间里面啊 去找袜子出来 啊 当然 找一双比较干净的啦 或是新的也好啊 旧的都没关系 把它洗干净就好了 啊 那到时候我们 我们只要 啊 只要将这个啊 啊 绿豆 撒一把 一把 一把就好 事实上它 它体积膨胀是几十倍的 这样 这样大概就够了 不用太多 啊 它就要脏起来 啊 那你就是 因为它袜子 这袜子本来它就是黑的嘛 啊 刚好 适合这个 绿豆的生长 啊 它不要见光啊 你见光的话就不好吃了 那就是说 啊 在会长时期 你就是用袜子啊 来种 啊 来种这个 哎 杜牙菜 啊 那杜牙菜 我们也是一样啊 啊 我把 也是 就是 种在衣架就好了 啊 所以 啊 你再去把衣架再拿过来 啊 就是说 你把这个袜子啊 折起来 折起来 啊 把它夹着 这样就好了 啊 那一个 一二三四 大概可以种个 五 种个五 五支袜子 啊 然后 你就是 把它泡到水里 啊 泡个 一分钟 啊 再拿起来挂着 这样就好了 啊 那像这种 这种情形 大概 嗯 第五天 就可以 上桌了 啊 那当然 当然 你 你这样 产量可能太多 所以说 你就是 哎 不要一次做 五支袜子 啊 那 隔一天做一个 啊 这样就有一个 cycle出来 啊 就 蔬菜上 就不予匮乏 啊 再来就是说 还要准备一个杯子 啊 啊 用保特瓶的空罐子 啊 把上面切开 这杯子干什么 装你的小便用的 啊 啊 你的把你的 因为 这时候你不会 有时间去买肥料 啊 那你就去 把你的小便装下来 啊 尿尿的时候装下来 那 然后这个 不要直接 加到你的 你的 的菜上当食肥 你至少要 稀释好几倍啊 啊 稀释把它稀释薄一点 啊 再来浇 啊 这样就 就可以有 比较快速的生长啊 因为 因为有时候菜啊 缺乏这些蛋肥啊 啊 长得比较慢啊 那我们是希望它 长快一点 啊 当然 嗯 嗯 比较没经验的人 建议 稀释薄一点啊 啊 然后 慢慢 再加一点 无所谓啊 你如果说 太多了一加下去 大概第二三天 你就看不行了 大概就知道了 啊 嗯 嗯 那就是说 嗯 嗯 这个就是 嗯 我平常啊 在 在用保特瓶来种菜的一些经验啊 那 我选了几种啊 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啊 来跟各位做个分享啊 那 之前也是 大陆的 湖北啊 武汉啊 封城 就 就现在变成 意大利要封城 那时候 哪里要封城 真的不知道啊 那 各位如果 有碰到封城的时候 就可以 啊 根据我跟 这些方法啊 来 做个应变啊 那当然 你也可以将这个 方法啊 告诉你的朋友啊 纵使你 你的 地方没有问题 但是你也可以 跟你朋友讲啊 教他怎么做啊 可以 将我们的影片 分享给他看啊 啊 那 这个 万一封城的 求生 嗯 方法 就介绍到这边 嗯 嗯